在华盛顿动物救援联盟 动物们在这里吃得好 睡得好 玩得开心 有人给他们定期体检 还有人给按摩 情绪不好的时候 还有人开导 这里一共收容救助了 350只猫和狗 这些猫和狗都是从街上 或是受到虐待的环境下 被拯救回来的 最近这里还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自最近举办了 冬奥会的俄罗斯城市索契 我们是全美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受容索契犬值的动物救援所 我们非常以此为荣 我们称这些索契犬是国际大使 联盟75%的动物 来自于华盛顿地区 鲍勃说 虽然救助海外流浪狗的程序 比较复杂 还要打疫苗 但是这种国际合作非常有意义 让拯救动物的观念 拓展到全世界 华盛顿动物救援联盟成立于1914年 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有些拉车的马受到虐待 有些过度劳累 当时的创立者就筹款把这些马 从他们的主人那里买回来护理 一百年过去了 现在联盟的首要任务 是收容救助猫和狗 通过护理和驯化 让他们神心康复 适合被人领养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拯救动物呢 鲍勃引用了甘地的一句话 一个社会的人民 如何对待动物 能够判断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华盛顿动物救援联盟是一个私营组织 所有的费用来自私人和企业捐款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 包括遛狗、清洁 给动物治病 都是依靠那些有爱心的义工来完成 听鲍勃介绍 民众申请收养这里的动物手续 和收养孩子的手续一样复杂 他说动物就如同一个家庭成员 当你把狗和猫带回家的时候 会为整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活力 猫和狗会给你无条件的爱 让你变得放松 当你领养这些动物的时候 你同时拯救了一条小生命 给了它们创造新生活的机会 这个机构可以说是动物收容设施的典范 动物们在这里得到最好的照顾 但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们 最希望的还是有人收养它们 尽快找到一个温暖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